今天的正道主题是方言祷告的奥秘 神非常的爱我们 所以他希望我们拥有和他一样的能力和权柄 耶稣在地上向我们显明一个完美基督徒效仿的榜样 他的施工不仅仅是传道 还有医病赶鬼 马可福音第16章17到18节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难拿舌若喝了什么毒物 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病人就避好了 这个是信耶稣的人该有的神迹 也就是说 在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 这些能力最终会显现出来 而这些能力的彰显 真是神的能力从神百姓身上的一个流露 耶稣的门徒有这个能力 初代的教会也大大的充满神的能力和神迹 而在教会历史上 很多的教会和基督徒也都因为神迹启示而被逼迫 因为我们有一个敌人 魔鬼 想尽办法拦阻神的能力从信徒身上彰显出来 他不想让基督徒赶鬼 因为赶鬼破坏震动鬼的国度 影响他们的做工 他不想基督徒说方言 因为说方言能够祷告神完美的旨意 即而带下神的能力和权柄 他也不希望基督徒医病 因为许多的疾病都是他自己的先灵的做工 先灵的目标是要让人生病以至于死 而神却要让我们活 这就产生了灵界很大的冲突 光明国度和黑暗国度的冲突 而撒旦用什么方法来拦阻基督徒呢 他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欺骗 他用各种错误的教导和理论来蒙蔽基督徒 以至于让神的百姓自己也不相信神会赐下这些能力 他们就更加不会寻求或者使用神所赐的权柄了 其中一个关于方言错误的教导 就是宣称方言在历史上已经消失或者停止了 但是如果你仔细研究教会的历史和信徒的日记 你就会发现在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日记里 免记载着他们自己说方言的经历 在历史上很多历史学家也都记录了信徒说方言的经历 但是因为说方言一直都是饱受真意的恩赐 通常是一个信徒突然说 我昨天晚上得着方言的恩赐了 然后神学家就说不对不对 这个恩赐也停止了没有了 但是信徒说可我真的是得着了呀 而且这些信徒都是很爱主的基督徒 那怎么解释呢 甚至有些神学家 听主教的主教修士 都也记载自己得着方言的经历 约翰威斯里自己在日记里记载他的教会 有一个姐妹得着方言祷告的恩赐 威斯里自己也证实了 在美国历史上 有一个团队叫Quaker 这群人决定 他们让圣灵来带领他们聚会 于是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 他们有的开始说方言 有的身体开始抖动 有的开始用灵歌敬拜 所以别人就称呼这群人叫Quaker 意思是抖动的人 而美国起初教会阶段 很多人都是这个团体的 所以方言在历史上是一直都存在的 方言分为两种 一种是别国的语言 另一种是无人能听懂的祷告的言语 第一种方言是用来传福音的 举个例子 你是中国人 但是你到了非洲某个部落 突然会说他们部落的语言 而你自己从来没有学过这个语言 这是神赐给你的能力 为了要给这些人传福音 而那边的人也会因为这样的神迹 而被神的能力震惊 就要去相信这位神 而另外一种方言的类型 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 乃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出来 然而他在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所先知讲道的 乃是造就教会 在英文中间 那个说方言的是说 speak in unknown tongue 就是说一个没有人听不懂的 没有人听得懂的语言 而在第二节也讲到说 说方言的人所讲的人是听不懂的 也听不明白 这语言不是对人说的 而是对神说的 而且所说的内容都是各样的奥秘 我们用电脑来比喻 当我们发出一连串0101的信号的时候 对于人的大脑来说 这些数字串没有任何的意义 但是对于大电脑来说 这就可以组成一个程序 或者一条信息 第十节说 那说方言的人是造就自己 造就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在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说建造 就好像建造一个房子 要先立根基 然后添砖加网 直到完全的建成 而这个造就两字 就是包含了一点一点 建造直到完全建成的意思 同时造就还包括 让一件事变得更好的意思 那么方言祷告的恩赐 可以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建造 不断地修复 直到最后长成基督的样式 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期盼 所以他赐给我们方言祷告的能力 让我们可以借着这个恩赐 不断地祷告 以至于慢慢地长大成人 比如说你的品格缺乏勇气 你总是害怕 那么当你用方言祷告很多的时候 你就会从神领受一个超自然的勇敢的心 神从来不给我们无用或者垃圾的东西 他所赐给我们都是最好的 最宝贵的 最有价值的 所以无论你生命中缺乏什么 缺欠什么 他都想要借着他所赐的恩赐来建造我们 变得完全 我们的肉体是软弱的 是想要去犯罪的 是容易陷入到试探和世界的情欲里面 我们的肉体爱世界爱享乐 但是我们的灵却渴望亲近神 当我们的肉体和灵征战的时候 方言就可以帮助我们在灵里变得越来越强大 以至于可以战胜肉体的软弱和魔鬼的试探 我说的话讲得到 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 那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正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 我们也讲智慧 然而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拜王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那是从前所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 这边英文中间是说 But we speak the wisdom of God in the mystery 就是说是在奥秘当中传讲神的智慧 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 使我们得荣耀 保罗说他来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不是仅仅靠着嘴巴里讲的话 而是靠着神的能力从他身上彰显出来 他说我讲的不是这世上的智慧 什么是世上的智慧呢 就是所谓的成功学 心灵鸡汤告诉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更多的赚钱 更多的成功 怎么样爬得更好超越自己超越别人 教会不是要教这种智慧 乃是要教属灵的智慧 所以他说我们讲的是奥秘里的智慧 这奥秘里是不是有点恶熟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到 说方言是在心灵里说各样的奥秘 你觉得在心灵里说什么样的奥秘呢 圣灵在你里头 看到你心里的全部状况 知道你最最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他帮你祷告 让神最完美的心意可以成就在你身上 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需求也不一样 有些人可能不需要勇气 但是需要温柔或者耐心 但是神知道你最需要什么 也知道如何把你变成他的样式 因为圣灵会在你心里 为着神的心意的成就 替你祷告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节说 我若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 当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和神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用我们的悟性祷告 但是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灵在祷告 我们的大脑思想是想不明白的 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恩赐 因为它可以激发你的灵 开始跟神祷告 何况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 替我们祷告 我们有很多我们的软弱的地方 我们不知道自己该祷告什么 该怎么样祷告 很多时候也不知道神的心意 对我们是什么 他希望我们怎么祷告 这时候你需要依靠圣灵 来帮助我们的软弱 替我们祷告 而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按照神的心意替我们祷告 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说 见察人心的 晓得圣灵的意思 因为圣灵叫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 我们晓得万事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安他旨意被教的人 那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知晓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想法 他会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 以至于神的美意可以充分的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举个例子 比如找工作 你不知道该去这个公司还是去那份职业 甚至你不知道自己是在中国工作还是出国工作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为了这个找工作的事 向神用方言祷告 当你祷告到一定时间以后 突然你的灵或者思想里就会有一个意念或者灵感 我要怎么怎么做 你的魂就开始被你里面的灵影响 因为神会将他的旨意放在你的心里让你明白 虽然你的方言听不懂 但是就像下载一个应用一样 你的手机从应用商店下载应用的时候 他下载的是0101的信号源 只等到应用完全下载完 这个应用就可以使用了 同样的 当你的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也在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加密的信息 你要祷告到下载完成 这个信息就会向你写明出来 比如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也会用些悟性祷告加方言祷告 一直祷告几个小时 我就得到灵感 神要我讲方言祷告的恩赐 那么讲什么内容呢 因为方言祷告可以讲很多内容 于是我继续方言祷告 直到神将要讲的信息整合在我脑海里 同样的 无论你要做什么 比如你在公司上班 或者在经营企业 你不确定某些事该怎么做 那你就方言祷告 神就会将智慧赐给你 当你祷告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理性上听上去很傻 像在浪费时间 还不如去读读什么成功人师的书 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这就是世上的智慧 但是我们要有神的智慧 所以你需要祷告 求神的智慧架在你里面 当然方言的奥秘要比这复杂的多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意图 路加福音24章49节说 我要将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许多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临升天之前 他对他的门徒说 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等候 只等到神将天上的能力赐给你们 这些门徒都经历了水洗 也信耶稣 也跟随耶稣 但是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先不要急着做工 而是要等候 这个等是关键词 他们要先等候 然后才能领受从天而来的能力 而这个能力 能让我们成为大有能力的传福音的人 于是门徒就回到了耶路撒冷 他们回去做什么呢 我们继续往下读 《洗读行传》第一章第十四节说 这些人同了几个妇人 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 当时耶稣对大约五百个人说 你们要回去等候 等候神的能力降下 但是到了十五节 我们看到 当时大概只有剩下一百二十个人 一起聚在一起这样祷告 五旬节到了 门徒都聚在一处 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子 又有圣灵如火焰显现出来 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 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说起别国的话来 而到了五旬节那一天 圣灵如火焰降下 落在每个人的舌头上 然后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 都开始说起别的话 圣灵降下来的时候 就像火一样烧到每个人 我觉得这个火 就是当时摩西在牧养时候 看到荆棘被神的火燃烧 但是却没有烧着 我想神也希望 他的火领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来充满我们 这火代表了什么 火首先是热的 是能量的来源 充满了力量 它代表了神的能力 另外火也代表了热情 他希望我们有属天的热情 对神国的热情 启示录里讲 耶稣不要我们像温水一样 而是火热的 愿意为神国付上任何代价 去完成神的心意 然而我们没有自己办法产生活 我们怎么样能有火热的心呢 耶稣对那些跟随的 耶稣的人说 回到耶路撒冷去等候 这些人得着神的命令 他们回去工作了吗 回老家了吗 没有 他们停下手做的工作 甚至都没有回自己的本乡 他们就聚在一起 同心合一的祷告 只等到圣灵降下来 我自己在寻求圣灵充满的时候 别人告诉我 你要放下所有属世的活动 包括手机 朋友 娱乐 甚至连运动都没有 我除了上学 就是待在家里祷告 读经 听讲道 然后一个月后 我就被圣灵充满 我将这个方法告诉我的妻子 她在三个星期后也得到了 所以在得到圣灵充满前 是有一个渴慕 寻求 等候的过程 而当我们经历了这个过程 摆上这个时间 去等候寻求神的时候 我们也会像耶稣的门徒一样 领受神所应许的圣灵的充满 以福所书第六章17到20节说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到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着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 放胆讲论 在以福所书 保罗用一个罗马士兵的装备 来描述基督徒的属灵军装 如上图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正常的 罗马士兵的进攻武器 包括一把短剑和一把长矛 这一把短剑可以攻击近距离的敌人 而长矛就可以攻击远距离的离人 这个短剑就代表了是神的道 就是圣灵的宝剑 而长矛就是后面的一句 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这个长矛就代表了 我们要悟性祷告 方言祷告 还要为众圣徒代祷 当我们多多祷告 尤其是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就会像保罗说的 由这个口才和胆量 可以放胆讲明神的道 见证神的福音 这是在灵力祷告会带给我们的 还有一个很多人问的问题 就是方言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吗 这是我的理解 在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八节说 我愿意你们都说方言 更愿意你们做先知讲道 保罗在这里讲说 我盼望你们都可以说方言 我们知道保罗是属灵的人 他写的信也是借着圣灵的启示来写 而不是靠着他的血气来写 所以我们可以推断 这是神的心意 是要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方言 五旬节那天 在等候的所有信徒 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 都开始说方言 所以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 想让我们得到方言的词 但是神也非常尊重 我们每个人的意愿 他看到我们里面的信心和渴望 他希望我们都说方言 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 或者不愿意 或者不在乎 或者不可目 他也不会强迫我们的 这就是很多时候 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得到方言的原因 格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十八节说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都多 还多 保罗在这里说 不是为了要炫耀自己多属灵 保罗自己有很多属灵的恩赐 但是显然对他来说 方言祷告非常的重要 不然他也不会祷告这么多 以至于可以非常自信的宣告 他祷告最多 我猜想他可能是一刻不停的 总在方言祷告 就像他自己在书信里写到的 要不住的祷告 也就是不停止的祷告 我想他可能自己就是这样实践 他的祷告 他的教导的 我们为什么要经常方言祷告呢 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经历很多的困难 别人的攻击 情绪的低落 我很多时候在很低沉的时候 就像一个泄了气的气球 完全提不起进来 而在这个时候 让我重新站起来的 就是方言祷告 而且不是十分钟的祷告 而是一个小时 两小时 三小时 甚至更多 然后突然之间 整个情绪的阴云 完全的离开了我 让我一下子喜乐 轻松起来 有的时候 我被控告的爬不起来 感觉自己最恶的 甚至没脸去寻求神 但是我又不能回到世界 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就只能方言祷告 直到神的能力 临到我身上 让我重新站起来 我圣灵充满之前 我一旦犯罪 比如和我姐姐大吵一架 我就会一两个月不去教会 最长的一次 我三年没有去教会 但是当我知道 方言祷告的力量以后 我每次低落的时候 当天就可以靠着方言祷告 就可以站起来 也不需要去喝酒 或者玩游戏 或者看电影 才能够忘掉痛苦 这是靠着神的能力 战胜邪灵的攻击 在犹大书 第一章第二十节说 亲爱的弟兄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 造就自己 在圣灵里祷告 英文中间说 But yet be loved building up yourself on your most holy faith praying in the holy ghost 在这里我们看到说 当我们在圣灵里祷告 也就是方言祷告的时候 我们是在一个圣洁的信心里 造就自己 我们还记得说 方言祷告是造就自己 这里讲到说 方言就要在信心上造就自己 什么是圣洁的信心 这是属天的信心 是让你可以相信 本来你不能相信的东西 比如你祷告一件事 但是祷告后 你又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 这样的信心 就很难得到神的应许 因为神的应许 取决于我们的信心 但是当你很长时间 方言祷告以后 你可能就突然有这样 超自然的信心 去相信神的应许 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激励你去 渴慕这个宝贵的恩赐 然后殷勤的去操练 去使用 愿神祝福你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